只要有關於 都有存在非常高的風險 嗨大家好我是Victor 那最近這幾年來有關於純股高股息 一直都是投資起來的熱門話題 認為這樣可以創造穩定的現金流 尤其是對於投資新手來講 ETF更是相對好入門的投資選項 不過對於剛接觸股票的人來說 一定都會有不清楚 我到底要選擇台股的ETF還是美股的ETF呢 那今天我們就來做各方面的比較 看看到底哪一個選擇會比較好呢 今天的影片會從多個面向來討論台美股ETF的差異 那告訴你哪一個選擇會更適合你 如果你還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資知識 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歡迎點擊影片的資訊欄連結 報名我們的免費價值投資分享會 學習更多正確的投資觀念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首先呢ETF又稱為開放型指數基金 它是一種結合了共同基金 與交易所上市證券兩者特色的投資工具 想要了解台股跟美股ETF的其中差異呢 我們可以先從最直觀的數量多寡來開始討論 美國的市場比較大 發行的ETF大約有將近2500檔左右 其中包含了多種不同類型 涵蓋的行業非常多樣化 可以有非常廣泛的投資選擇 而台灣大約只有250檔左右 包含的行業比較專注在特定的類型 可以提供的投資選擇就會比較少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成交量跟規模的部分 一般來說美國因為市場龐大 ETF的資產規模通常會比較大一點 像是大家都知道的追蹤標普500指數的SPY 平均成交量多達了6000多萬 那台灣市場相對比較小 成交量自然也會比較低一點 以近期人氣居高不下的高股息ETF00878為例 歷史紀錄一天最高的成交量是30多萬張 的確是低了許多 另外可以討論的面向就是內扣費用 還有追蹤誤差 這個內扣費用比較容易理解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機器經營人調整ETF所收取的管理費 那什麼叫做追蹤誤差呢 從ETF的英文名字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分我們比較熟悉的ETF都是追蹤 或者是模擬特定市場指數的績效表現 然後上市在股票市場中提供買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當我們把ETF跟所追蹤的指數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兩者的圖形雖然很像 但是總是會有這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這個是為什麼呢 其實市場上的指數是透過計算而產生的 它是一個理想的數字 跟交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ETF就不一樣了 ETF的漲跌是因為投資人的買賣而得出的結果 其中交易的過程當中就會產生許多成本 像是前面我們有提到的內扣費用 還有買賣的誤差交易的匯率等等 這些都會讓ETF跟實際指數之間有所出入 那這中間的差距就被稱為叫做追蹤誤差 如果這個差距擴大就可能影響投資人的收益囉 那我們再回到主題來看看 美股跟台灣的ETF內扣費用 與追蹤誤差分別是怎麼樣吧 一般來說美股ETF的追蹤誤差會比台股來得小 而內扣費用又可以比台股的ETF還要低喔 你可能會想說追蹤誤差小 不就代表需要一直調整嗎 那為什麼內扣費用會比較低呢 這是因為美股ETF的規模通常會大於台股 所以即使整體的管理費用比較高 最後攤平下來的費用就會降低許多囉 那相反的台股的ETF因為市場比較小 平均下來內扣費用比較高之外呢 追蹤誤差的範圍就比較沒有辦法 像美股ETF一樣比較控制在小的範圍囉 好最後我們來討論一下有關於稅務的部分 相信這也是很多人會關心的 當投資人賣出美股ETF的時候呢 會需要扣除0.00051%的交易稅 那台股ETF則是需要扣除0.1%的交易稅 相較起來呢 還是美股會比較划算喔 好那影片看到現在身為投資的你 有想好應該要怎麼選擇了嗎 在這邊也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 如果你是剛踏入投資領域的新鮮人 你不想要研究匯率的問題 也不想要開美國的券商的話 你只想先試試水溫 那你可以先選擇台股當成是敲門磚 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報酬率 或是想要更多的投資組合與流動性的話呢 那美股可能會更適合你囉 那選擇美股的話呢 也會建議大家直接開一個美國的券商做投資 會比透過負委託券商更加的有保障喔 好那如果想要知道 美股券商的開戶步驟等等的注意事項 可以進入我們的頻道 裡面有各個券商的教訓影片可以參考喔 那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是投資美股ETF 並且有穩定發股息的話呢 可以設定美國券商才有的 股息自動再投資的功能 長期下來負利會讓你的績效倍數成長喔 最後提醒大家 不管你想要投資台股還是投資美股的ETF 都一定要注意 只要有關於反向型杠桿型的商品呢 都有存在非常高的風險 建議大家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之下 不要接觸這個是最好的選擇喔 好那祝福大家 可以在股市裡面穩穩的獲利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